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今天蔬果生活志啊已经100集咯 雅里呢除了吃素之外 其实在生活中我也是一个比较追求有机自然的人 所以今天呢很特别的 要带大家去我的生活里面 看我是怎么样在城市里面跟农夫买菜 然后还有小苏打是怎么样在我的生活中施展出魔法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要带大家去看看雅里的第二个家长什么样子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呀 那就跟我一起走吧 身为蔬果生活志的主持人雅里 在节目上总是亲切又知信 每周都为我们介绍许多蔬果与生活的新鲜事 不过为了庆祝100集的来临 累积多年蔬果生活经验的雅里 提出了一份让大家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也能够轻松享受慢活的提案 放缓你的脚步 跟着我们从慢活中累积重新出发的能量 要散步一定是家里附近的地方吗 那为什么会去南港公园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我有看到一个一篇报导 它说世界上有很多能量比较好的地方 很适合静心散步 那好像美国有一个地方 它是很多人专门就是为了要去冥想去静心 然后去的一个城市 它可能量出来的那个能量可能是 譬如说三千多吧 可是在南港公园 它们现在测出来是多少 一万六千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我家旁边就有一个能量这么好的地方 说明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要来这边好好朝圣一下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开始经过南港公园的时候 以前都没有感觉 但是现在感觉这里好像能量真的不错 好像有点人云亦云的感觉 但是就是现在就会比较重去 就觉得应该 应该有吧 平日亚里最喜欢散步与骑单车 慢活的步调让她可以在城市之中调整自己内心的节奏 真是一个非常喜欢悠闲的女孩啊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 我的生命发展到这几年 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很多东西它不是那么的 就是浮面 就比如说我吃我也觉得 我就是尊重我身体我该吃的 然后 比如说像生活也是 以前我觉得可能很复杂的生活很好 可是现在就会觉得其实真的越简单 让我自己觉得越舒服 散步回家后总是喜欢与她的爱猫Kiki独处 然后认真研究的脚本功课 其实私底下有打扫控的亚里 真的很喜欢环境的整洁感 不过崇尚自然的她 对于清洁剂的要求 也渐渐变得越来越严苛 美莲姐 美莲姐 嗨美莲姐 哇这个空间好舒服哦 这个好多 这是我做的肥皂 你做的吗 对啊 姐姐有小苏打做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但是也可以加小苏打 所以是手工皂 对对 曾美莲是一位专门教导大家 手作用品的老师 像是手工皂就是她的强项哦 但是其实老师也是一个清洁达人 能够用小苏打变出许多魔法 所以亚里特别来拜访她 我觉得小苏打的清洁剂对我来说 应该是非常合适 因为第一个我有毛迷 然后假如说我是用一些 不是可以吃的东西 其实我是会有点担心的 我会觉得会 因为她有时候还是会舔来舔去 然后在家里还是会这样子 爬来爬去 我是有点担心她的啦 就是你知道 人生安 猫生安全 这些产品好像要做化学实验 没有啊 这个都是天然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是 柠檬酸液小苏打液 这个就是打扫用的 对对 那我先量大概100 大致上可以就可以了 94 98 差不多 99 98点 差不多就是将近100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主要是要它溶解 那浓度太高的话 它会无法溶解 然后加到哪里 10 10 108 那就比较浓一点 浓一点 你看它会不会 所以我如果回家我也可以买一包这个小苏打 对现在很便宜 到处 大卖场都有 然后就 不过你要记得要买食用级的 这个食用级的 那食用级的 不要买工业级的 其实我自己在用家用清洁剂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希望可以越自然 然后越天然越有机越好 那其实小苏打的洗衣粉我已经用很久 洗衣就是之前我会在洗衣服的时候 然后就加小苏打粉 它是不止没有味道 而且很多 譬如说有小污渍的地方 它都容易可以洗掉 那还有我还用过小苏打的 好像洗碗的 然后还用过 反正好多 就是各式各样就是小苏打的清洁剂 但是我没有真正就是自己去找一个比例说 多少的比例加上水可以变成清洁剂 那今天第一次知道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重的油污的话 或是比较难清的污垢的话 可以调一罐这种 比较浓稠的 就是小苏打然后加一些水 让它变得很浓稠 好那你沾一些 好天然的感觉 对那你看看 看看是不是可以清 譬如说像杯子好了 嗯嗯 像杯子 那如果说它旁边有一些 呃 比较脏的地方洗不掉 你就可以这样子 嗯哼 还蛮好的 对还蛮好用的 干净耶 它下面把那个黑黑的 对对对 这样刷一刷就干净了 下次就清掉了 喜欢干净喜欢整洁 过去就是小苏打的爱用者 今天没有想到又跟着美莲姐学到新的知识 每次只要遇到跟自然清洁有关的事情 美莲姐等于就是牙里的救星 瑞士瘦的牙膏它比较 它那个起泡剂比较会致癌 所以我们自己做比较天然 也比较环保 哦 可是我喜欢牙膏是那种 凉凉的感觉 哦那我们可以加精油网啊 还是还是可以 对对而且可以加你喜欢精油 我真没想到小苏打粉这么好用 我想说家里的清洁已经够厉害了 没想到居然还可以刷牙 而且大部分我买的那些 有机牙膏或者是天然的牙膏 其实都不是很便宜 又回到家客家人的天气 我觉得小苏打真的便宜好用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做 那我这边准备了大概40克的小苏打粉 好就像那种这种牙膏啊 时间限制嘛 就是说如果我要用的话 大概有多久之内要用呢 如果说你的牙刷去污染到的话 就会比较快坏掉 好如果说都很干净的话 可能两三个月都没有问题 那可以加甘油 40克的小苏打 然后5克的甘油 对 甘油的目的是什么 甘油它保湿 而且它会加强清洁 那一般来讲我做小苏打牙膏 我是用小苏打粉直接加甘油就可以了 可是这样做不会有泡泡 不会有泡泡 因为一般人刷牙还是想要有泡泡的感觉 所以可以逐量加一点液体皂 因为液体皂也是自己做的很天然 不少 主要是取决你喜欢的浓稠度 所以就是小苏打液体皂还有甘油的比例可以自己抓 我觉得不难耶 就几个基本的 然后你看你只要有一包小苏打粉 全身上下 然后加里内外全部都可以用上 我觉得很好 好 这个好像市售的牙膏 对 下饱了 然后再加两滴精油就可以了 好 两滴我来加 加这个吗 看你要茶树还是红纱叶 茶树跟 红红叶 现在感冒的很多啊 其实两个都有帮助啦 那可以两个都加 可以啊 那可以加一滴好了 会不会太怪 我觉得加精油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因为像有一些精油的味道一直很喜欢 刚才加的茶树我很常用 然后 纶纶虾叶 有一阵子我就喝纶纶虾叶的唇露 然后 我觉得真的感冒的症状会变好 就可能有消炎啊之类的功用 所以加精油这件事 深得我心 那是那个口 会比较环保 它会不会再跑出来 然后这边剪一个效果 对 需要用的时候就把它剪开 对 就是少用一个那个 容器对不对 其实还蛮环保的 然后这个可以打开 嗯哼 如果你要管子的话 如果要的话再把它 这样子就可以挤进去了 填充进去 这样就很方便 我觉得我有点知道太晚了 就这一切太晚了 如果在之前我那时候 就是在买清洁机的时候 我知道这些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很好 就完全不需要花这些时间 完成了天然对环境没有污染的清洁剂后 接着牙里要带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她说是她洗涤自己心灵最放松的第二个家 那我们一起跟着她去看吧 准零 我来了 嗨 嗨 嗨 我觉得新月比较特殊的是 就是真的城市绿洲了 因为毕竟我觉得在台北 除了说你真的 我啦 除了我真的可以去公园 好好的休息之外 然后要好好的 跟朋友聊天啊 然后在一个安静的空间 然后 真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有一个 像是森林 或者像是大海 一样的感觉 最近怎么一样呢 不错啊 很棒 这样子 今天晚上有人上课吗 今天晚上有一个讲座 就是有一个老师 他是做虚实治疗 那今天要分享他去进都的一些旅游 跟他的观察的经验这样子 他们可能老师会带领他们 然后怎么去说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样子 感觉蛮好的 对啊 还蛮有趣的哦 所以有兴趣可以 但是我们两个 譬如说我们大家有时候见面的时候也是 虚实治疗 你说你的 对 你说你的虚实 女生最爱虚实 对啊 大家都虚实疗愈这样子 就是吃的 就是 雅里口中的城市绿洲 是一个提供身心灵课程上课的地方 之前雅里为了找寻内心的宁静 常常来这里上课 所以也渐渐跟老板 纯林变成了好朋友 在这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聊 沉浸舒缓地读取心灵的书籍 来 要第一次印度香料奶茶 耶 我觉得最近好奇怪哦 最近我比较多的感觉是就是会觉得 好像 刚好在练习就是到底怎么样超越 就是挫折跟扩大这件事情 哦 我就说其实身体敏感的人 他们的优点是 他是有张力的 人是有张力的 其实内在会觉得说 哦 为什么我是敏感的 就是会 会觉得很累 就会觉得力气一直流失 很多东西就一直流走一直流走 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 我感觉跟有些人比较不一样 是我 譬如说像以前 我跟别人说 讲电话他们不开心 他们就是跟我倒垃圾 然后讲一讲之后 他们很开心地挂完电话之后 我就会突然觉得一股不开心 当然我也很乐意听 就是我有一个 觉得说我想要分享这个部分的 那个渴望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也包括 我觉得我对环境比较敏感 就是譬如说我去一个地方 跟我原来相处 就是所处的地方 就是能量不一样 或者是状态不一样 我就比较容易有压力 比如长痘痘啊 或是身心 就是身体不协调之类的 好想要赶快回到家 然后门关起来 然后回到自己一个人的那种状态 身心比较敏锐的雅里 在反顾的人群当中 总想要安静独处的空间 而这里便是她的出口 我觉得我自己 比较不能包容这个部分 对啊 比如说生命如果是 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我会一直 就是我内在会 安静下来的时候 一直往某一个 我觉得就是很偏的地方 一直走 我觉得好像是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必须要先接纳自己有那种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受不了的感觉 而不是说 没有啊 我没有啊 然后只有我在接受说 OK 我真的觉得受不了了 然后 我的身体才会觉得说 OK 就是我可以流动 要不就是会一个紧绷 就是一边 身体明明受不了 可是嘴巴 或是脑袋就觉得 OK啊 没事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朋友之间的聊天抒发 心灵书籍的抚慰疗愈 在自理行间 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也稳定了自己 敏感的知觉 我觉得 往内探究的这个部分 真的是我 生命走到现在 我觉得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帮助我表演 也帮助我人生开阔 现在我觉得 我找到一个 比较平衡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 真的跟我 就比如说在生活上 选择比较简单 然后 可能真的就是 我觉得身心灵的整合有关系 所以现在我就有一个 比较大的包容 是我觉得 我可以接纳我的生命 我的体质 然后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找到内心的力量 追求生活中最纯粹的纯粹 所以压里才会选择 长期吃素 接着压里的下一个提案 她要带着我们一起去 城市里跟着农夫买菜 买菜 买菜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美女姐 你好 我买菜呢 一般就是 只要越 能够在一站 买到所有的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越方便 我们都是属于在地 然后都是属于 拿小农的东西 然后原则上 只要我们的希望是说 帮助一些小农 然后让他们因为粽子的东西 都可以销售得到 然后他们自己 至少他们可以吃得饱 这个主要 他们的粽子就是这个 我想要买糙米 那这个 这个跟下面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它是属于原米 它是先倒的 它们的口感是 这个是可以做成 像我们吃西饭 它是比较适合 因为它是粒粒分泌 所以这个才是先倒的 它是比较粗熟 这个比较粗熟 这个比较粗熟 对 那我们原则上像这个 这个系列的都是原米 因为这一阵子就是 其实我觉得 选米可以选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一些新的米出来 这样子 买买看好了 这个好不好 这个好了 我买这个 那今天的那个水果呢 水果哪些 水果这边 除了木瓜 还有一个 现在最夯的就是茂骨干嘛 那就是现在 因为这个季节就是 柑橘类的 比较盛产 因为我们 像我们天骨楼熟 这边都是以实力来讲 其实它有些的水果 大部分都是很重 自然生产的有机蔬果 口感细腻新鲜 优于普通的蔬果 哪怕是最挑剔的美食家 也拍手叫好 因此挑选蔬果时切记 好看就是好吃 这绝对是一个误会 透过提倡友善农助的运用 与在地生产 在地消费的观念 期望能够重新找回 人与人之间的 连结与信任 以及人对土地的情感 今天的香蕉是 今天的香蕉这个是 那个教员所的 教员 对 它们是算是有机 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 那它们是有机认证 它们贴到这个 就是算是有机认证 可是口感上是非常好吃 好我们来看 嗯 然后 我还需要什么 我还有那个苦茶油 这是纯的吗 对 古法柴烧的欸 对 因为最近其实 油品安全我觉得蛮重要的 尤其有时候我煮菜的时候 嗯 因为可能我不是 非常会煮菜 所以有时候油温的控制 不是很好 它蛮容易冒烟的 那选苦茶油 是之前小黑师傅告诉我的 他就说 反正你就选苦茶油 凉拌 什么煎煮 炒渣 你要干嘛都可以 然后 因为它的那个冒烟点很高 然后可以承受的 油的温度 就是这个范围很大 很适合我这种人 然后又健康 你看一下 现在都是 我每次进来这边我都有一种 就是你知道很冷的感觉 赶快挑好就要出去了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 这边都是 就是帮令的蔬菜 可以这样 这个蛋呢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这个我就 无抗生素荷尔蒙的红仁蛋 因为我蛋奶素嘛 所以很多是从蛋来 所以我对蛋的要求就很高 我就希望它是 没有荷尔蒙的 然后是天然放木的 我一直在找这种就是 品质很好的蛋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 当你对这个东西的要求高了 吃一般的蛋你就会吃出 就是味道就是不一样 这个然后我选了红蛋 然后今天我想要买菠菜 菠菜是今年这个 现在最好吃的这种 很漂亮耶 然后它这个根最好不要丢掉 为什么 用那个 它就是 农友讲说这个 它的营养不太多 而且你看 我觉得有 有机的青菜 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就是 其实在人间 就是青菜 就是新鲜 对不对 然后它的口感真的非常好 还有一个味道都很好 好 菠菜 然后青菜我也觉得 就是以前 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 有就好 可是现在就是真的会求精 就是越精致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进到身体里面的品质会越高 那 就 其实说实话 就蔬菜水柳现在就是我的 菜单里面的明星喔 因为没有其他人了 就是明星 要哪一个 除了泼菜之外 A菜 A菜 是 喔 好大一包 有什么要买的 好像没了 好 赶快做决定 因为这里好冷喔 对 这边是有气度的 就是住在冰箱里嘛 好 对不对 好 快出去快出去 手都冰了 好 走 这个蛋跟那个 在农夫市集里买完菜 压力也会在市集旁的小空间休憩 一边看看在地小农的故事 以及了解一些最新的有机蔬果资讯 不仅让自己更懂得吃 也更懂得生活 我只要不工作的时候 其实都是自己自己弄 因为我还是很不习惯在外面吃 想说对我来说简单 然后可以做出来好吃 这样子就够了 现在这个油醋面呢 其实就是 我们先把 我先把我喜欢的青菜 像是 香菇啊 茄子 然后还有 彩椒 全部都把它 稍微切小块一点点 然后 待会我会加一些些的油 跟一点点的盐跟胡椒 放到烤箱里面去 大部分都是180度到200度 然后大概烤个酥 而且能让它上色 就可以了 好 像刚才 譬如说我做的菜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味道 都是 它有一点点有特色味道 但是又能够称出食物的原味 就跟亚里的个性一样 料理呢 他也追求了食材的原味 让吃进身体里的每一口食物 都是没有负担的哦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沙拉 然后很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用这个大黄瓜呢 然后还有 嗯 小番茄 圣女番茄 然后先把大黄瓜切 那看你需要多少 然后反正就是切成块状 这样子 把这个九层塔叶 切碎 稍微拌一下 加一点点的橄榄油 一样基本的盐跟胡椒 我都这样就用吃了 什么 什么啊 好吃 就是我喜欢 就是那种真的有机蔬菜的那种清脆的口感 然后我喜欢就是看到桌上的蔬果都是 真的就是颜色那么漂亮 然后吃进口 嘴巴里面的口感这么就是自然 对啊 那现在就好难 就是蛮容易分得出来说 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新鲜的 这个东西是有机的这样 比较要求的是这个部分 吃素简单的生活步调 像内心探究心灵的感受 这些都是雅里的减法态度 让身心灵感到自在 相对于现代人的忙碌与欲望 雅里的生活方式 也许你也可以考虑看看 我会很想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有时候简单纯净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试试看 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喜欢 然后如果你喜欢了 说不定它就带来另外一个生命的样貌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